面带笑容 仔细聆听 26岁的杨颖姿正在辅导一群曾经被霸凌的青少年 但其实颖姿小的时候也有过相同经历 她上小一时曾经被同学锁在厕所里 他们在厕所就会把我推来推去 有一次她把我推 然后我的腻就撞到那个马桶 有一次她还把我的头压在那个马桶的椅子 然后她就叫我立那个马桶 觉得很痛苦 很孤单 因为没有人能帮得了我 我还是很怕跟别人讲 因为我怕 我讲了之后 那些欺负我的人知道 他们就会比较 欺负我比较多 比较严 所以我很怕他们 因为害怕 影子当时默默忍受没有反抗 一般中小学生如果被霸凌 又是否知道要怎么做 我会跟妈妈和老师讲 如果她欺负你的话 你就不应该不要再去理她了吧 因为这种朋友应该是不值得交的 说真的我可能不会说了 因为有一点尴尬 但是我可能会跟我朋友说 如果她问 我会跟我妈妈讲 为什么会跟我妈妈讲 因为我在家里跟妈妈最亲 其实影子当初曾经把被霸凌的遭遇 告诉父母 但因为害怕同学会展开报复 而请父母不要告诉老师 但是资深社工认为 无论是父母或老师 其中一方有必要介入 让事情得以解决 否则霸凌事件 有可能在孩子心中 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 影响她日后的身心发展 久而久之 她变成 对 我就是这么没有勇气 我就是这么胆小 所以因为这是一种 自我形象的一个建设 然后可能会觉得 自己就是这么的糟糕 没有自信 自己觉得这么糟糕 就会形成那种自尊 或者是自信心更弱更低 所以在结交朋友的层面上面 就肯定更没有那种 信心跟正面的力量 确切交朋友 教育部回复前线时说 当局绝不容许霸凌事件 在学校发生 校方一旦接获投诉 将对每起事件展开调查 并且对霸凌的学生 采取适当的纪律处分 教育部也提供学校 一套纪律准则 让个别学校参照 制定校规 位于西部的巨英中学 告诉前线 学校在处理霸凌个案时 会根据行为的严重性 采取三种不同的做法 分别是留校观察 暂时停课或停学 以及编打 比如说 可能只是在 在网纪网络上 一些 不这么有礼貌的 一些言语上的欺凌 我们 会当作是没有这么严重的 而进行调查 以及处分 但是如果说 有些是在 可能说是身体上的 肢体上的一些欺凌 可能会 关系到一个学生的 安全 这种事件是比较严重的 就会有比较严重的处分 所以说 留校查看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让学生有机会 让他们思考 自我反省 自我检讨 教育部指出 从2008年起 本地每所学校 都有至少一名辅导员 帮助学生解决 情绪和行为上的问题 目前一共有超过 400名辅导员 面部各所学校 蔡志文认为 辅导员在处理 霸凌个案时 扮演重要的角色 除了可以让受影响的学生 修复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他们也可以让他们 将心比心 然后建立这个同理心 然后辅导员 也会将这些辅导的经过 他们所得到的一些讯息 报告给训导主任 以及跟有关的集团老师 家长有很紧密的联系 所以大家都很清楚 事情的经过 然后也清楚学生的状况 儿童会认为 要有效减少霸凌事件 需要在学校里 加强反霸凌的文化 包括举办学生假日营和讲座 让学生知道 为霸凌时应该怎么做 资深社工指出 孩子一旦遭受霸凌 必须把事情说出来 让老师或父母知道 此外做父母的 平时也应该多注意 孩子的言行举止 包括回来过后 校服啦 有没有 常常你看到一些 为什么别人 就是你的校服 常常就是 好像这边被扯破 那边破 或者是肮脏等等 鞋子也一样 身上的可能一些 我们看得到 当然看得到的部分 就是有没有什么伤痕 然后如果呈现了一些现象 包括了早上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就是 非常非常难 把他送到学校去 会找种种的原因 借口不要去学校 或者是肚子痛 头痛 脚痛 手痛 你知道就是不舒服 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 多年之后 鞋子借助宗教 和朋友的力量 走出阴影 他希望遇到 相同遭遇的青少年 可以勇敢站出来 希望他们 不要像我 就是像傻傻 让他们欺负 不敢跟别人讲 为自己 可以讲 不要 停在欺负我 这些的话 至于之前 被同学排挤的燕玲 她明年就要上中学了 经过这次经历 她说 自己会更加坚强 知道怎样保护自己 如果被欺负 一定不要只站在那里 以为没有事情发生 应该告诉别人 发生什么事 然后可以处理 遇到霸凌事件 学生和家长 可以向以下机构 寻求帮助 体障人士在找工作时 遇到什么困难 辅助科技 怎样帮助他们 本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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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